發生故障的是公園內兩套纜車系統中的B系統 示範在下午近兩點 纜車服務停頓了大約8分鐘 期間有280名乘客受到影響 公園有向乘客發出廣播 並沒有人因為被困車廂而不惜 這是個別的事件 當系統自動察覺到有故障之後 它自動把系統停了 那是怎樣的故障? 它察覺到有條皮帶斷斷了 我們的同事就立即根據指引 作出即時的修正 換了條皮帶 我們在服務恢復之後曾經乘搭纜車 都曾經試過有十多秒的停頓 劉慧琼就解釋 纜車有時會因為方便給長者 或者有需要的人士上下車而暫時停頓 它指這樣是正常的情況 而在故障發生之後 繼續有大批遊客乘搭纜車 有人在得悉故障之後說 事件並沒有打擊他們的信心 我不擔心 可能會被司管理也挺好 衝動了這麼久 都沒有什麼大的問題出現 就信心大一點 也有人說期望公園可以加強 對纜車系統的檢查 沒問題出現 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